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你叔叔吗 小彤 别乱说 那肯定不是人家的叔叔 还没来得及介绍呢 这位是我的男朋友 李洁 男 男朋友 小彤 真不好意思 我们俩还有点事情 咱们下次再一起玩吧 没什么重要的事 小洋 这位姑娘是你同学吗 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呀 杰 杰哥 其实我跟他不是很熟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没事没事 不熟有什么关系啊 大家相互接触一下不就熟了吗 小妹妹 你是叫小彤 对吧 林秀哥哥 哥们儿 麻烦你放尊重点 别对人家女孩子随便动手动脚 呦 你算了什么东西啊 敢管我李洁的事情 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吗 今天还就不尊重他了 你能怎么着 你们这些流氓怎么跟蟑螂一样 永远都收拾不干净 你 你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吗 教训一个人渣罢了 有什么不可以吗 杰哥 你没什么事吧 有没有伤到哪里 快走 快走 居然敢动手打我 很好 你小子算是个有种的 老二 给我把人全部带回来 就再欢乐哭 对 把家伙都带上 你很能打吗 能打有个屁用啊 我今天就要看看你一个人能打几个 杰哥 要不这事就算了吧 反正你也没受什么伤 我们赶紧走吧 就当给我个面子 你还真以为自己有多金贵了 还给你面子 你有什么面子 李洁 你 别以为跟我在一起了 就能有什么能耐 我身边像你这样的女人多了去了 只要我喊一声 就会呱呱呱滚过来 听懂了吗 贱人 你这个人渣 混蛋 还不赶紧住手 喜欢打脸是吧 正好 我也挺喜欢的 想不想再来几下啊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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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老大 你这脸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赶紧去处理一下吧 小童 你带着你同学退后一点 这群家伙都带着武器 小心别伤到你 灵修哥哥 他们那么多人 你自己也要小心啊 放心吧 臭小子 你再继续狂啊 你说你喜欢打脸是吧 来来来 我脸就在这里 你再打一次给我看看 哼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待会可别后悔了 老 大 老大 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干了些什么 想死是吧 成 哥几个今天就成全你 给我臭家伙 哎呀妈呀 怎么了 一起上啊 你们是想一个个跟我单挑吗 哼 算了 随你们便吧 反正今天你们一个都逃不掉 施主手下留情 得饶人处且饶人 放他们一马吧 他们已经得到该有的教训了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绩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最不容诛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兵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我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传奇多 邪鬼 圣殿刚 解锁墨市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红武功叫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纠结了 yn 和时才能为您报告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Zither Harp Zither Harp